26元的鱼,4元雪耳,6元的枝竹 即是不用40元,30多元就可以了 這個枝竹雪耳海參魚 媽咪媽咪 26元 海參班魚扒,看看 是不是這個,看看圖 是喔,26元,原價多少錢? 好像是四十幾 挺好的 好,試一下它 26元,有三塊 好,買兩包 買回去,看怎麼做都好 好,買兩包 我是JIT好,大家好 剛剛又見到我去759,買東西 今天就買魚 我見到它有什麼特價 這個是急凍圓奇魚扒 我都不認識 它叫海參班 什麼特價,現在26元一包 看樣子就好像幾漂亮 那我一買買兩包 買來做什麼,今晚就煮一個煲仔菜 這幾天的天理,又下雨 有時是涼涼的 對,煲仔是最實際 老婆說想吃魚,就買了一包這些魚 嘩,這些魚看起來好像很厚 這個是冰島的旗 應該是國旗 那我就看過了 原來它是冰島捕獵的 不過是中國包裝的 OK啦 買兩包試試,現在開一包 這個很簡單 今天就想著枝竹雪耳煲仔菜 其實很坦白說 這些雪耳很多時候都買好 很好吃的 不是一定要來煲湯 要來做煲仔菜 或者要來蒸一下東西 冬菇蒸雞 拿一堆雪耳下去 都很入味 這些雪耳這樣 買回來一包一包 買回來 一個個有十個八個 大家都買了 但是不要放太久 太久就黃了 看到嗎 最初選擇的時候 是雪白色的 買回來 不要放太久 一浸 浸它 一個多小時 就可以漲到這麼大 一個 就可以用得了 這些枝竹 你也知道 我長年類熱都有的 現在這些 比較好 實心 也是浸水 這些要浸久一點 撕開去一次浸也可以 不是的 要整支浸 我浸了一個多小時 就可以這樣 這個枝竹 我拍過枝竹豬手煲 枝竹鵝掌煲 枝竹鵝掌煲 枝竹浸泡過程 都有做過 很簡單 今天這個煲又是很簡單 材料 都是隨意 雪櫃有些 買菜送的蔥很多 但是蔥味都壞了 所以就處理了它 蔥頭很漂亮 你記住 洗乾淨它就是這麼雪白 拿一塊薑 拿一塊辣椒就可以了 我要打蜆 最後這個煲要炆一炆 所以我大約用400毫升的水 油我大約用20毫升 即是兩個湯匙 一隻這些杯大約是三個湯匙 挺漂亮的 現在我這裡大約是兩個湯匙 就是20毫升 20毫升的蠔油 10毫升的生抽 鹽和糖 大約半茶匙 五克左右 要用一個茶匙的生粉 多一點 用來打蜆用的 好 這些魚 很簡單 我買回來 整包就放在這裏 等它溶雪 都沒有浸 因為去了外面做事 我溶了之後 就是這樣 大家看清楚 這包和這包就是這樣 雷休 溶了雪 還沒處理 我剛才拆了出來 你說這些海參魚 26元 這麼多 原來它的皮 才是厚的 可能皮才好吃 肉一般多 很薄 其實很薄 OK 有時候要試一下 既然冰島出品 我就試一下 很簡單 好 馬上做給大家看 這些海參魚買回來 解凍之後 把水倒進去 什麼都沒有處理過 始終是急凍的 因為魚 其實我們要加少許鹽 其實這個沒有什麼作用 只是去去那些 雪味 如果它真的很腥 你也搞不定 坦白告訴大家 應該就不會的 究竟是不是 沒有腥味 真的要吃過才知道 但是樣子是這樣的 古怪怪 這裡是不是沒有了 原本就是這樣的 另外這些雪椅 所以我們浸透了水 之後呢 我們就要加渣水了 這樣 現在馬上就可以採了 先沖乾淨它的鹽 你可以聞一聞它 沒有什麼腥味 好 過來做雪椅 另外呢 薑 我批了皮 前幾塊薑片 即是逢是煲仔 有一點薑 出味 就比較好吃 沒有都可以的 有時候 一定要有的嗎 又不是的 又要這麼說 那些蔥 我就 處理了 所以不用了 整棵都可以 沒所謂的 讓它更香 切蔥粒也可以 辣椒 要少許 看看你喜歡不喜歡 不過銀 最好就拿走它 因為很辣 切兩幾粒 因為怕它太辣 很尷尬 我太太又不吃得辣 又不是吃得好辣 現在都給我 這叫潛延物化 潛延物化 是指人的思想 品性或習慣受到影響 受到感染 而無形中發生變化 不吃得都要吃 即是很糟糕 明白嗎 OK 預備好了 好了 這些又是 製好了 洗好了 馬上做給大家看 今天呢 我就選 這個三眼仔 三眼仔煲 這個又是 很久的歷史 來的了 現在好像周圍無法賣 20毫升的油 我們首先呢 就將些薑 好 先爆一爆 因為煎過薑 才有薑味 大家都應該理解 我都說了很多次了 然後呢 其實呢 沒有什麼做的 不過那些蔥粥 我們可以煎一煎 其實不煎也可以 不過看你喜不喜歡 現在可以一起煎一下 好了 另外這邊呢 我就打著火 小小火 下幾條蔥下去 我這麼多蔥 你不是一定要 蔥頭和蔥尾都可以 不過我的蔥尾又不行了 所以我就要 墊底 下幾條蔥尾來墊底 對了 另外這幾條 再灑上面就可以了 很簡單 這樣 煎一下 如果不夠油的 就再加油了 現在最好就是這樣 聞到那些薑 有味就可以了 沒什麼所謂 又不是叫你煎透 你要理解那個情況 很簡單 這樣就香些 各樣東西經過火去煎 各樣都出味些 而且是好吃些 大家要理解 OK 一收小火 首先就放了這些下去 好 另外這些 雪耳 我也是 好 先爆一下 先讓它燒一下 先收一收水 因為是濕的 好了 現在這裡很簡單 要燜的 那我吃雞粥也燜了 雪耳也燜了 我預備了400毫式的水 大約一半下去 先煮一煮 開大火 雪耳可以煮的 很快 煮一煮 另外呢 蠔油也放進去 豉油也放進去 OK 有些味道 放了一半 接著要放些糖 OK 一點點糖就可以了 有些味道 OK 等它煮一煮 好 然後收小火 好 放進去 讓它燜一燜這些雪耳 這些魚呢 用廚房枝燜一燜乾 但是這樣 不知會不會卸油 即是會變成油 我本來就不打算用生粉 都不敢 第一次都要放少少生粉 煎它 好了 開火 剛才還有很多油 少少先 待會怕魚 它自動出油 就死了 這樣就煩了 現在就燒熱 OK 不斷煎一煎 我也不知道它會不會煎到一坨 因為這些是冰島魚 二十六元 四十多元 買到二十六元 夠了 夠了 夠了嗎 都要由我去試驗 不要動它 少少油 是要有油的 再加少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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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了一陣子都要反反 它的皮好像有彈性的 好像魚膠 我想都不錯 我又不敢煎到它太焦了 繼續煎在這邊 煎一煎 再和大家說 好了 來這裡煎了一陣子 我們可以的 我們先試一試味 有時候味的東西 你自己看可不可以 試一試味 不夠味 不過好像淡一點 加少少 蠔油 也可以的 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這樣 剛才不是 有剩少水 我們要加一些生粉 我們要賣一賣 不是水汪汪 剛剛那些生粉 淡了 然後 再加少少蠔油 大約半個湯匙 讓它滾少少少味 好了 好了 小小 看看它會不會 好結 了 開大一點 火 不是太多水 再加下去 好 都可以了 這些 最重要的雪耳是 夠軟 其實這個鍋 雪耳最好吃 好 現在就可以 把魚放進去 好了 魚 這些就是生粉 即是剪生粉 焦又不是焦的 我開給大家看 這樣黏了 因為怕魚是 融的 這些不是油 原來這些是魚皮 很擔心這些是油 如果這些是油 就糟糕了 因為融了 又不是油 因為未吃過 就知道什麼 因為融了 放在上面 就可以了 就知道原來是 這叫做什麼 膠質 很好的 怕是油 可以了 下次就知道 不用用沙粉 不過很香 可以的 先放上去 不要浪費 OK 好了 現在就去煲 再加牛 有剩的薑蔥 讓它更香 辣椒幾粒 不吃就不要放了 即是告訴大家 煲一煲 就可以了 蓋上去 蓋上去 就已經完成了 好 好 讓它滾滾 過來上去 好 過來預備上去 來吧 來啦 來啦 又一個小鍋 這個很棒 大家都未吃過 這隻海參魚 好香 這樣焗 有薑蔥的關係 就是包來香 嘩 這個 棒 讓我試一次給大家看看 看我 我跟它現在說 我就試過這些 嘩 肥豬的 剪開 原來很硬 不是說笑 先撕開 嘩 嘩 好熱 嘩 這些肥膏 好像豬油 看看是否 好吃 好可愛 很有趣 很有趣 好像很硬 很膠 很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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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 嘩 可以加重味 加重一點 加重一點 應該灑點黑椒 比較好吃 因為我老婆又麻煩 很酸 不過好吃的 這個膠 先吃一些魚 不要你了 照顧吃 這是魚的 魚肉 先吃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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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島是冰島的 是冰島的 其實是冰島 冰島在哪裡 我都不知道 冰島在哪裡 嗯 嗯 魚很不錯 不散的 不是一堆東西 這樣 坦白說 如果是26元 可以吃一塊 嗯 三百 它是薄一點 如果厚一點 好一點 嗯 好吃 真的好吃 不過 煲仔很難不好吃 嘩 好吃 我這個 拿手好氣 嗯 嗯 這麼大塊 我找個小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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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辣辣 雪耳才好吃 所以我加兩大塊 我老婆好喜歡吃 嗯 好吃 嗯 好吃 嘩 這個雪耳很好吃 又夠軟又夠爽 又夠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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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我要做辣椒仔 擺到嘴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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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乾燥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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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